八人 可在八個方位中 八種地位能死 看來 我們得去一趟鑼魚門了 這個薛天師吧 我總感覺他陰森森的 靠近他的時候 總感覺聞到一股奇異的味道 薛檢裡的房間裡 有一個機關的迷事 有人在裡面送金 難道他是陸艾哥 他沒死 主人 潘月要調回京城 查完了和陽 卻是 要進京查我了 奉皇命 接潘大人進宮 今日本宮宣你和你的父親進宮 不如就你回京之機 辦了你跟京兒的婚事 本宮讓他們看了看 下月十五便是好日子 我們都知道 下個月十五號 潘月就要和郡主 奉旨完婚了 你說什麼 楊姑娘 事到如今 她是由不得你了 我已經給了你選擇 你若放手成全 似是最好 若是不放 不放如何 那就喝下這杯酒 重走一次黃泉路吧 我們已經查到 那夥人在京城有個神秘據點 每年他們從 和陽的百花宮裡 輸送大批的歌姬 這是我的心腹雲兒 只要他們來接人 雲兒就會沿途留下線索 與你們禮應外合 你交代的事 我都做到了 主人同意見你了 三日之後 在流記當鋪的門口 會有一輛馬車去接你 他就是你一直要找的人 他看起來並非善累 我跟你說你以後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不然 不一定 我都想到 那些人 它們會用這種理由 我來 我來 這間房的客人 要是出了什麼紕漏 連我也保不了你 看來沒辦法向潘越傳向 希望他能看到我留下的線索 盡快找到這裡 給我挨家挨戶的搜 是 楊三位 你可千萬不能出事 大人 快 我要吃吧 大人 你沒事吧 小心大人 何大人 你怕生了什麼事 何大人酒後發狂 現在已經清醒過來 何大人說 是一個新來的歌姬 偷偷在他酒中 嚇得過兩名十四 怕是用外人滾進來的 是 是